一直以来有着金虫四美 只称的汗血在娱乐圈可算是一股清流 无论是网友还是导演组对他的口袋都特别好 不仅演技不错出生也是名门贵族 可以说是许多人梦寐里求的生活了 有的明星为了炒作自己也是想尽了一切办法 甚至有拿婚姻恋情当工具 对于汗血来说从来不炒作 一直以来在娱乐圈都很低调 从出道以来自己的发展还是相当的顺利 出演的作品也被粉丝当作经典 还曾经登过几次春晚舞台 虽然在圈中没有大红大紫 但是很多人对她是非常的喜欢 做事风格低调 在内也很少有推文 尤其是在婚姻方面 就曾经表明 不会和圈内的人谈恋爱 那年满三十五周岁的汗血还是单身吗 作为很多人心中女神 她的感情生活一直也非常受人们关注 而近期就有被爆出汗血一家人出油的照片 老公因此也被曝光 没想到汗血已经隐婚多年 据说老公叫万山里一个大型门户网站的股东 身价自然也是不菲了 最重要的是 她的年龄足足比汗血大了十八岁 而且她的女儿看上去也有五六岁的样子了 看来两人已经隐婚很久了 在参加的一大综艺节目中 汗血就和大家分享了她的几句生活 在生活中自己是什么样子都被展示出来了 一般来说女生都喜欢买买买 尤其是包包和衣服 可是对于汗血来说这些东西时间长 则就会贬值 所以她宁愿拿十个包的价格买珠宝 也不会去买包包 所以自己家中有很多珠宝 这样出席也不至于在台阪上尴尬 有次出席去组配带着一颗高大八百万的黄钻就来了 可是去组没有一人相信 可以说这才是真正的富豪了 据说是在2006年的时候就和华山在一起 两人平时非常低调 不过在汗血老公曝光之后 很多网友都是议论纷纷 汗血既然不缺钱 为什么要找一 个比自己大这么多的老公呢 难道是遇到了真爱吗 对汗血的爱情不知道大家是怎么看的呢 好 好 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